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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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土豆 我現在人在前往南部的路上 只不過今天齁 已經是台灣的 11月10號了 好難得 基隆這裡沒有下雨耶 那我們就抱持了這種 沒有下雨的好運 繼續我們的旅程吧 2 1 4 1 大家好 我是土豆 我現在來到台中的草崗城這裡齁 今天呢 我又回来台中了 这主要是想要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 在台中鱼市场旁边的这家制作餐 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 它这个餐厅 它竟然是放在鱼市场里面 所以我现在站在这外面 我是闻到满满的海鲜的味道 那等一下我们一起进去吃吃看 超港城的太阳百会是如何吧 GO 的 1 好 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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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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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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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OK 各位 我现在已经拿了第一轮的菜了啦 这时候它才刚开场10分钟了 它桌上的菜就被夹到剩下没有多少空机了 不过这也代表大家其实对这些食物是有信心的啦 还有刚刚我拿很特别的东西 这个 红豆牛奶 里面红豆味好浓郁喔 它系统里面是有一点点料的 它系统里面是有一点点料的 哦 各位啊 沾完这个水果醋之后啊 我觉得这个酱有提味作用耶 我倒是第一次在这种蜘蛛餐吃到去些 我觉得这个还算蛮有诚意的 嗯 嗯 那我们再吃这个白虾吧 吃这种蜘蛛餐啊 早吃过这种白虾就变之有没有了 它这个鲜虾肉质Q弹 而且味道吃起来是有鲜味的 嗯 这白虾沾酱油 不得了耶 那我们将这个酱油哇沙比搅拌搅拌 再沾看看吧 接下来我们就用生鱼片继续开胃吧 这种生鱼片我们要先从颜色比较浅的开始吃起来 不然一开始直接进攻鲑鱼的话 我觉得其他的生鱼片应该会吃不出有什么味道 哇 这个清脆弹牙的口感很新鲜耶 嗯 嗯 嗯 那现在我们再吃吃看鲑鱼啊 来吧 水鱼 这鲑鱼好肥喔 嗯 那至于喔 它这个叫做泥杏啊 这应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吗 熟悉的中央餐厨味啊 但是我还蛮喜欢泥杏的 你知道 那它这边也有冷盘小菜的部分呢 它这个烟萝卜底下喔 竟然有一只鱼耶 这是要一起吃的概念吗 嗯 咬下去之后 它鱼翅会跟肉一起被轻易的嚼缺喔 嗯 鲑鱼底下放了好多美生菜喔 那终于来到焗烤海鲜的部分了啦 这个焗烤的东西看起来是非常的罪恶啊 而且旁边还有这种洋葱的衬头 这四个会让你感觉到清爽的焗烤料理耶 这四个会让你感觉到清爽的焗烤料理耶 那再来是这个热炒料理的部分了 嗯 这羊肉虽然咬下去的时候稍微软软耶 可是在咀嚼的过程中呢 它羊肉慢慢散发出它的羊烧味 它是一个会让你越吃越香的东西耶 哦 哦 各位 它这螃蟹它炒酱味道非常顺口耶 这螃蟹应该是炸过这一槽的 这螃蟹经过大火油炸之后 它瞬间的高温成功锁住了螃蟹的肉汁 那终于来到最后的部分了 三杯小卷还有鸡不辣 我嘴巴里仿佛感觉到万马奔腾的喷射感 这是很舒服的口感 不过我们第一轮东西已经吃完了 我们再去拿点什么东西来吃好了 我要牛肉汤 谢谢 请给我这三个牌各一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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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感觉还不错耶 只不过它这个铁板烧还有这猪排都是要现做要等的啦 不过我觉得要等是好事 不然像这种可能不用等的肉 我们拿了等一下会不会就中了他们的招吧 各位啊它这个猪排 放哪边呢 麻烦帮我放这边就好谢谢你 谢谢 它这个猪排肉汁很鲜嫩耶 不然以我的往常经验来说这种现煎的猪排啊大多肉质都会稍微干彩啊 这点倒是让我蛮喜出望外的呢 那我刚刚点的鱼料理也来了啦 等等再来吃它 它这个牛排我轻轻刀子一划下去它马上就碎了 它这个牛排我觉得肉质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啊 我还以为它这种已经放到冷掉肉 它口感很差的 我们拿去把它吃完吧 接下来我们来喝这个我期待牛肉糖啊 我觉得它的肉片是很普通的进口牛肉 我觉得它的肉片是很普通的进口牛肉 但是它这个汤精油葱花还有姜丝的调味过后 我觉得它很清爽耶 那接下来我们来吃铁板羊肉吧 而且它这个口味吃起来很像我们家巷口 常常吃得到铁板燒味道吗 嗯 来 我們才吃到第二輪還沒吃完 他們取餐時間就快要結束了 我覺得我們先去拿點東西會放著好了 不然等一下真的會來不及吃 來吧 什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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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没关系啦 我们再吃看这个粉蒸排骨 我觉得它这个排骨的口感我没有那么喜欢 这皮超厚的 我觉得它这东西应该是放到尾声的 所以它已经开始出油了 我觉得它这个白大鱼串吃起来口感还蛮不错的呢 这个很特别 吃完了 我们再吃吃看它的超海鲜 我刚刚拿的这三样应该全都是罗贝类的东西吧 嗯 嗯 嗯 各位我吃完这盘料理 我是觉得说他们的师傅对于整场的海鲜料理 手艺都还蛮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是用生鱼片 缓缓一下我们的味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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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好,那各位,我们去吃甜点了 OK,各位,我们现在距离结束还有五分钟啊 我觉得刚好吃这三球冰淇淑淑有余了 它不会像我们平常吃的冰淇淋会有种奶油的口感 它反而是一种有滑顺软泥的感觉 刚刚吃一堆食物疲乏的味觉 一瞬间好像活得过来了 哇,吃完这种酸酸的东西配这个摸摸渣渣 好啦,那我们去结账过结尾吧 我现在已经在外面了啦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叫做哈鱼码头 不过这个地方厉害的是 它里面有超商,有鱼市场,有餐厅 甚至还有寓教于乐的教室 如果各位啊,你们对鱼有兴趣也许真的 有空可以来这边看看耶 那我们来说说今天吃草岗城太阳百惠的想法好了啦 今天我们吃一餐725元加10%服务费 我是觉得今天这个差不多要800元的价位 它带给我的体验是OK的耶 它都可以去跟台北大使的那一间自助餐做比拼的 可是如果你要我选的话 我应该会选这一间吧 呵呵呵呵呵 以这个价钱来说你要去叫人撂山我也是 不知道要给他怎么撂了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那我们就下一个影片见啦 拜拜